好聽到各位這麼多對報告打報告的抱怨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好 我先用這個好嗎 好 現在 你如果你還想要用 用手寫的 用手打的 有點累餒 用講的 對啊用講的不是比較快嗎 可是電腦沒有麥克風啊 你的手機有啊 可是手機那麥克風有時候會保存奇怪的字耶 不會啊 那就是你沒有對好啊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 來試看看 語音輸入囉 好優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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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就好了嗎 你還用手寫的 你不要嚇我 可是講一講嘴巴會痠的 看是手寫比較痠 還是嘴巴講一講比較痠 都很痠的 來 右手邊有沒有看到標點符號 所以萬力到這邊有沒有 就自己點一下啊 繼續囉 好 好 好 講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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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好 好 如果 我用的標點符號 用痠號 好 他真的會給你痠號 再給你痠號 這樣了解嗎 因為目前這一個 他是沒有辦法分辨標點符號的啦 好 所以你右手邊就可以這樣點啊 這樣 事實上我們現在語音辨識已經比較厲害了 他會做兩層 第一個是直譯 直譯的部分 另外呢 他當你整句念完了 其實他會針對這整句再做一個整句的語音翻譯 所以可能你剛剛看到他上面在跑 然後呢 他會 等到他放到下面來的時候 事實上還會再做一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是其中一個而已喔 另外一個 其實Google也有喔 在這邊 我從這邊給你看一下 Google Google文件裡面有 你也可以從這裡 你看 我們進到Google文件之後 找哪裡 在工具裡面 有沒有叫語音輸入 嗯 一樣的 第一次按下去 一樣要允許 我們 現在 來用Google語音輸入 好 等一下喔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沒看到注音符號 對啊 不是啊 標點符號 你還對那麼大聲 我講錯了 你不能再對啊 來 找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寫 書寫的 對啊 看到了齁 所以 你已經看到 標點符號在哪裡了 可是啊 當你 需要的時候 就自己 來這邊 點一下 辨識的正確率 應該還算蠻高的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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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沒有發現他做第二次翻譯了 第一次翻譯的時候 不對嘛 可是他整句又怎麼樣 又再翻譯一次他發現了 欸這樣是錯的 蛤 蛤 對啊 這個還是有錯啊 還是難免會有錯 可是一般的口語的 正確率都還蠻高的 正確都蠻高 所以其實 以後 你應該知道 不用寫報告了吧 可是 那老師堅持要不用寫的啊 喔 那是讓你們練習寫字啊 不要啦 那我是讓你們練習講話 可是 手機用鍵盤 好 那麼 如果你真的要手機上的有沒有 有餒 手機也有餒 而且還比較聰明喔 你知道嗎 在這裡 你們來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另外一個Google語音跟訓飛語音 有 因為 我現在 平常的話 如果你真的是在手機 或 或我們所謂的行動裝置上 我會用這個 知道為什麼嗎 來 不是 因為他可以辨識 標點符號 真的喔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他標點符號可以認識齁 所以我給你看一下 我這裡有錄影片 在這裡 來 你看一下吧 現在來試看看 好小聲 太小聲喔 好 要不要用語音 要不要用語音 所以 現在 用語音出入的方式 有沒有發現 豆點會自動加進去 如果 已經說完了 請按下 說完了 為什麼是用 那麼 在辨識過程裡面 如果有錯誤的 可以來這邊做一個手動的修正 有錯誤你要怎麼辦 按一下 我可以重新講一次吧 或者你也可以切換到手寫輸入 他也有手寫輸入 用手寫的方式也可以很方便的來修正錯誤 這樣可以嗎 OK OK啦 所以 記得 以後你要比較厲害一點 好嗎 打字 打得慢 沒關係 但是講話不會講太 不要 連用講的打報告都不會 好 OK啦 這次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好